一年级复决活动,下册第十五到二十五页 活动四,经济来源和储蓄 A,对的化钩 我的钱的来源有 零用,长辈给的钱和压岁钱 第一,你的钱都花在哪里?填一填 钱去了哪里? 买书本,买书包,买文具,买故事书,买玩具 活动五,钱币的加与减,玩一玩 从起点开始 八十三,减二十三,等于六十三 四令吉,加四令吉,等于六令吉 五十三,加二十三,等于七十三 RM7,减RM5,等于RM2 RM8,加RM2,等于RM10 十三,加九十三,等于一百三 六十三,减十三,等于四十三 六十三,减十五三,等于四十五三 二十五三,加十三,等于三十五三 RM4,加RM6,等于RM10 九十三,减二十三,等于七十三 RM10,减RM5,等于RM5 活动六,解决问题 藉名和牛奶 汤面和牛奶 他剩下多少钱? 没钱了 爸爸给了文英和弟弟各六令吉和二令吉 他们共得到多少钱? RM6加RM2等于RM8 打,他们共得到八令吉 丽姨有四令吉 他想买一本七令吉的笔记本 他还缺多少钱? RM7-RM4等于RM3 打,他还缺三令吉 请捐钱给养老院 我想捐三十三 卫星有两个二十三和一个五十三 他该如何做呢? 卫星捐二十三 卫星捐四十三 卫星把二十三换成两个十三 他就可以捐三十三 一步一步一步来 A,圈出我国的钱币 五令吉 十令吉 五十三 十三 C,用不同颜色的彩笔 圈出两组壁值十令吉 第一组是五令吉和五令吉 第一组是五令吉和五令吉 第二组是一张五令吉和五张一令吉 第一,算一算总币值 两张一令吉和一张五令吉等于七令吉 两枚二十三和一枚五十三等于九十三 一枚五十三 一枚二十三和三枚十三等于一令吉 更上一层楼 根据下图回答问题 家民两天共花了多少钱 2017年8月7日 家民消费了一令吉 2017年8月8日 家民再消费了一令吉 所以家民两天共花了二令吉 加力两天的储蓄是多少钱 2017年8月7日 加力的零用是三令吉 2017年8月8日 加力的零用也是三令吉 但是在2017年8月7日 加力消费了三令吉 同时在2017年8月8日 加力也消费了二令吉 所以加力两天的储蓄 只有一令吉 哪个学生比较会管理自己的钱 说出你的理由 加力 因为他只消费零用的一半 加力